好的 那麼緊接著為您帶來今天 B組最後一場小組的比賽 將是由比利時名將賽夫出戰本國桌球好手莊志淵 讓我們用最熱烈的掌聲歡迎球員及裁判進場 2014年台本男子國際桌球明星邀請賽小組賽的最後一場比賽 也是一場大家很期待的賽事 要由前球王賽夫來出戰寶島的一哥莊志淵 那賽夫當然在這次的小組賽當中呢 要晉級是不容易的啦 不過我覺得這場比賽他跟莊志淵 尤其是跟我們的這個寶島一哥的對抗 也許他會有很多或者有一些出人意表的表現也不一定 是 我像周圖瑜剛剛就一直在跟我講說 他還蠻期待看這場比賽 看看賽夫在比賽過程中 會不會有什麼樣讓大家跌破眼鏡的做法 驚人之舉 驚人之舉 我真的很期待 那莊志淵 目前在小組賽當中呢是一勝一敗 在比賽當中 他是贏了克里山 但是呢 在稍早的時候呢是輸給了水谷準 那一勝一敗的戰績 只要這場比賽能夠獲勝的話 他就可以分組第二名晉級複賽了 是 那對手是賽夫 那賽夫 年紀當然是他一個比較大的勁敵 天敵 但是呢他是一個很有喜感 以及很知道怎麼去打比賽的選手 看到他呢你就會開始有很多的想像空間在 對 而且他會把客場變成主場 這個就是他厲害的地方 他會跟莊志淵說 你不要覺得高雄是你家 對 高雄現在搞不好是我的場子 是 你曾經 知道或者曾經看過賽夫有哪些驚人之舉 哇 多囉 真的嗎 對方打了一個非常漂亮的球 他可以走到對面去跟對方 就當著他的面就跟他拍手 真的 然後跟他比一個讚 那個時候還沒有Facebook 然後不然就是 他在一路挨打的情況下 在最後壓死他最後一根稻草的球 是運氣球的話 他說不定他還會表演脫褲子給你看 他說我的運氣怎麼配到這種球 對 所以賽夫真的是一個還蠻有趣的球員 在昨天的時候曾經講過 在二十多年前我在上海的時候 曾經看過他比賽 他那時候真的很受到歡迎 是 因為桌球這項運動 但中國大陸在國際間的實力是非常高的 所以當有一個球王到那邊去打比賽的時候 他所受到的注目 受到的領域跟受到的重視 不是我們在台灣可以想像的 真的不是我們在台灣可以想像的 因為畢竟中國大陸的國球是乒乓球 對 對 雙方現在展開賽前的最後的練習 那剛剛在等待的過程當中呢 東玉也提到 以賽夫當然現在的年紀要面對莊之約的這個快打旋風 是還真的蠻吃力的 一定會比較吃力 但是這場我們寶島一哥 唯一要注意的是 賽夫很黏 他沒辦法的話他會推到後面去跟你放高球 我們寶島一哥一定要沉得住氣 去打弱點 然後去打節奏變化 對 而不要殺一兩顆或攻兩三顆 就沉不住氣 就想去發大力 因為歐洲選手在後面放的時候 他就在等你發力 因為他要借力 他要借力反拉 然後他要上來前面 來反壓你了 好 莊之彥也換了一件上衣 他在上一場比賽的時候呢 是穿著比較深色的上衣 好 這場比賽現在正式的展開 第一局 賽夫先發球 哇 一打到半出出馬上就上手了 對 這就是賽夫過去 在國際桌壇讓大家 印象深刻的打法 對 就是 他絕對不輕易放過任何一顆半出桌的球 1比 剛剛我們寶島一哥 在最後一板的拉球的落點打得非常聰明 因為他也看到賽夫要上來用壓的了 所以馬上去往他中路去拉一個 哇 什麼叫做快打旋風 就是這樣 對 那也是要什麼叫做快 哎呀 這也算是賽夫的五位失誤啦 機會球 好 1比3 賽夫發球 好 投一個長球 非常刁鑽 他們的經驗值還是好的齁 是 他就覺得你下一板球 你發完力你就要側身了 他就馬上就變你一個正守位 對 反手擰 剛剛在看皮爾森比賽的時候 東宇也談到 在過去賽夫他們那個年代 沒有擰的這個技術 是 沒有擰 他們只有擺 而且他們也沒什麼 像現在在 像我們 寶寶一哥 在進台的反手快絲 他們都沒有 他們都是 退到中遠台的反手拉 在進台就是 擋 跟 壓 跟彈 而已 所以 各位觀眾可以看到 等等只要 莊智淵 他們形成反手相持 莊智淵一定是帶摩擦的 然後 老將賽夫他一定是 用撞擊 他一定是用擋的 不然就是用壓的 除非真的 很有把握 或者是 球比較慢的時候 他才會退後半步 去用反手拉 這個就是 時代 時代的差異 對 時代打法 新舊 新的打法 現在 跟過去賽夫他們那個年代 是比較不一樣 是 沒錯 一定要有耐心 小球 非常聰明 我不跟你玩這套 對 想要借力 想都不要再想了 六比四 莊智淵發球 翻出桌 球形成對拉 主攻變線 好球 好 漂亮喔 6比5 剛剛這個動作也蠻有趣的 走到這個網子附近 然後看一下對手 這個目光還蠻銳利的 是 好球 好球 哎呀 運氣球 喔 6比6喔 其實莊智淵這顆發球是成功的 但是 賽夫毀了一個插網球 然後插插汗 好球 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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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他在裁判var 面前擺一個POSE 我沒有去侵犯 ваш 我沒有去侵犯你的 賽夫就是這麼有趣 oui 囉 rast eyes 持續ちょっと攻勢 好7比7 好球 各位观众可以看到 刚刚庄之渊是发一个 正手我们所谓的就是钩子 其实也是逆侧的一种 他发一个侧上 他就是要让对手调起来 其实他已经在那边等 这个也算是一种套路 你桌球哦 这个发球就是为了你的下一拍做准备 是 没错 有的时候人家会说 是为了第三板而准备 其实往往都已经算到第五板去了 怪父不满意自己的处理 8比9 就是一个失误 好 中之渊出现了局点 两个局点的机会 而且发球圈在手 中之渊刚刚 突然性的去快批赛夫的反手 赛夫来不及反应 还是一个不赚的 打到身体了 好 庄志渊以11比8拿下了第一局 虽然在过程当中一度双方打成8比8平手 但是最后这三分呢当然就是决定了庄志渊能够拿下第一局的关键了 是 庄志渊最后也打得非常聪明 他都不跟他打下旋 因为打下旋 他如果第三板不好起板的话 他也只能先掉起来 然后会被赛夫反拉 他就 因为反正他快嘛 而且他发这颗球赛夫顶多只能轻调 他不能快调甚至爆调 所以 而且赛夫他拧球的技术还没有这么凶 所以庄志渊也很聪明的 心很定的去发了一颗不赚的 我就等你挑 我就等你挑过来 我在前面跟你打快 所以这个战术是成功的 现在庄志渊射死 好 第二局是庄志渊先发球 好球 还是压在前台打 好球喔 赛夫 赛夫也是用庄志渊的那个招式 嗯 我就等你拧了 你看赛夫在反手在相持的时候还是都以荡 荡为主 对 所以这个球的质量就跟我们包到一个Jale差了 哎哟 这球是脱缰的野马 有点太凶了 3比2 庄志渊领先 摆高了 赛夫这个揭发球就揭得不好 是 通常这个时候我们都会 如果我们学生犯这种错误都会跟他说 宁可放慢一点去给场 也不要这么快的点 因为你看不懂旋转 你也不去加转 然后你就轻轻的去摆一个 这个球是没有威胁性的 你不如放慢一点去跟他打场 轻定一点去准备后面 去防守的那一板 至少比你去摆一个 半高去被冲 来得好 被冲你等于是完全被动 是 没错 还有 好球 这一分很经典喔 对 就让赛夫知道说 我们保导一哥的基本功 实力球有多深厚了 尤其是反守位 一半足桌 好球 7比2 还是摆高了 对 所以对于刚刚这个接发球的处理 他自己也很不满意啊 是 这大声的咒骂了自己一声啊 但是欧洲选手他们 本来接发球 他们小球就比较差 他们强是强在他们 像这种球 我们现在看到的 大球 很强 真的很强 好 他们要转圈了吗 好 他们要转圈了 啊 啊 差一点点 几乎都已经布局成功了 对 刚刚这个球如果再进的话 真的就要转圈了 对 哈哈哈 开个小门 你说开个小门 等下方便我一点 我别用跳的 对 我等下绕过去就好了 我现在相信啊 我现在相信赛夫会把 高雄小鸡蛋搞成他的主场 对 对 这个副神 副神不领情 对 赛夫说 麻烦你坐回去好不好 对 他要就把门打开 真的 对这个动作说 先让我适应一下 对 待会儿如果有需要 然后我知道怎么跳 试跳 好 10比2 张之烟 4 4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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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 5 8个局点 这一拍回得有点有事 都是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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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那么壮志渊连拿两局 看赛夫比赛就是这么享受 真的 在他的秀里面 嗯 其实他这个会感染到他的对手 包括其他的选手 是 大家都会觉得说 这种 这种比赛其实 可以 有一点点 娱乐的成分在里面 是 没错 但是其实 呃在当他的对手 也会很痛苦 嗯 我不知道是要用娱乐的心情去跟你打 但是我娱乐心情我又没有 我又没有那个细胞 对 我又没有办法像你这样 你一边娱乐了一边赢球 哈哈 我娱乐就赢不了了 他可以在谈笑之间跟你打 对 你不行 对 你必须要很严肃的跟他打 然后我太认真 你们又说 我好像没有娱乐心 哈哈哈哈 第三局赛夫发球 对球也是打得有点点闪神了 0比1 1比1 哇好球 速度够快 对 而且赛夫刚刚 反拉是从外面包的 所以 球过来到壮志院这边 球是非常歪的 各位观众可以看到 欧洲选手在摆短 很少 有办法成功的去摆 又低又转又短的球 因为他们摆短的点都稍微偏慢 他们只是稍微去空一颗短的 让你第三板没办法去发力啦 然后他再跟你准备反拉 或者是准备后面的球 3比3 行程对啦 赛夫主动变线 差了一点点 4比3 4比3 这个就是 新打法跟旧打法的在相识 对 非常明显 一个是用摩擦的 一个是用挡的 来 来 好 4比5 6比4 4比5 2 2 2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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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 又回空拍 8比4 因为球有带强烈的旋转 所以打到桌子的时候一打滑球 不会去往上跳 球会比他想象中的低一点点 对 阿球触啊 小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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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出前了 三度掉 这个装机约倒往前了 而且还叫得很大声 这就是传说的仙声夺人嘛 每一拍都好大声 打得好累 刚刚在折帆跑的是装志愿 对 哈哈哈哈 他就会往脸上钻 我也留爱 你要休息我也要休息 对对对 有谁 哈哈哈哈 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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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要放高球了 嗯 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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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哦 哦 漂亮 哦 庄志愿整个重心在左侧了 对 庄志愿已经偷側身了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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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個就是我剛剛說的 他有辦法一邊玩一邊打 我們保倒一根沒有辦法 真的 你稍微好像 有一點點起心動念的想法 鑽住的就不夠了 是 被抽到結果是9比9 喔 賽夫 厲害喔 讓你知道我的正手有多知 對 累了 他跟副神兩個已經對上了 我覺得我們這六場轉下來 這場好像笑得最累 真的 對 當然這也許就是賽夫 在這一次這個邀請賽最後一場比賽了 是 而且他進不了四強 如果這場輸掉他就進不了四強 是 所以他也 很希望大家對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沒錯 小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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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欸 欸 欸 楊 還有假動作 之力放盡 庄之淵拿下了局點 但是最後這一分真的是有非常高的娛樂效果 是 而且這一次是庄之淵在吊賽夫 對 快做個假動作 這就是賽夫 他在球場上有非常非常輝煌的過去 但是現在的賽夫真的是非常享受比賽 對 他也帶我們來享受比賽 對 看著這個奧家洛夫 想說 我要到什麼時候才能跟你一樣 對 這樣子的一個讓觀眾 又笑又鼓掌的魅力 他把他的毛巾送給 他要脫他的Polo 脫他的上衣嗎 不要 我剛剛那一陣子的跑動 賽夫大概一身汗 所以換了一件上衣 對 而且我也笑到累了 1比0 將軍第四局的發球 削球 削球 啊 他說你怎麼不發力 對啊 你怎麼打得這麼軟 你打強一點 張正元說我的錯 對 這是我的錯 沒有符合你的要求 我 不容易 你真的要取悅觀眾喔 還要能夠打球 真的不容易 看上前好像就比較沒有那麼 像賽夫那麼熟練 對 POWER 對 MORE POWER YES! YES! 啊! 哈哈哈哈 打到這邊來,打這邊轉看嗎? 他說,換一位,換一個 不要動他,不要動他 哈哈哈哈 副審也不管了 對,副審會因為賽夫呢 而被大家也知道了 對 哎呦 左手 還有 啊!沒有轉回來 四比一 有左手的 有這個 童子敗觀音的 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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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這一招 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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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 哈哈 哈 哈 哈哈 哈哈 我要哪里去 一边抬一边翻牌 他在桌后面打 一边打烟嘴 power power 张之涵 power 哇真的是很有趣的一局啊 什么时候可以看到在多久的比赛场上也可以玩波浪舞 对 所以不来当啦啦队队长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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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哎呦 哈哈哈 突然之间发力 但是你拉那么快干嘛 真的 我还没有退到那个点怎么可以发力 结果他的分数已经被赛夫悄悄的翻了好几分了 打的时候就是一边抽一边翻牌嘛 对 OK OK 等一下 谁 其实副神他自己都不知道被翻了 对对对 因为他刚刚是为了躲球 他没有在那个地方 对对 视线根本不知道 哦 要转弯啊 哈哈哈 现在有时候 突然之間好像分數已經不重要了 大家一陣霧水 所以到底是 副審前面的分數還是畫面上的分數已經不重要了 應該是副審上面的分數 不容易 看起來要打到這麼大的角度還真的不容易 對 幾乎是零角度了 對 對 對 他马上去 他下一个球 有水滴下来 应该是汗 汗水 对 裁判也成了这场比赛的最佳男女配角 是 球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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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嘗嘗� 嘗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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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... NO Nostop 照圈說 沒有同意你暫停 謝謝 坐坐坐坐 坐坐坐坐 坐坐 坐坐 喔 賽夫還想去救那個 哇 原來多久可以這樣打 哇太有趣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 我真的就是賽夫喔 我覺得就是在這個比賽當中 最後一場賽事 他真的是使出了渾身結束 來滿足所有現場的觀眾 哈哈 one more one more one more 6比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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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比8 這一分判給賽夫 好7比8 呼呼 好7 哈哈 好7 4 4 8比8 我看到阿糕的 CHAYO CHAYO 沙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加油 加油 已經變賽夫的主場了 完全是 如賽前 終於所說的 他有這個能力 讓所有的焦點在他身上 是 9比9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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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現在我們帶給賽夫的一生 掌聲 賽夫在場上的表現 我真的是覺得 就很像過去的這個 網學界的頑童 John Michael 是 賽夫舉點喔 快來死 快來死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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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 啊 啊 差一點點就成功了 真的 差一點點就成功了 10比10 幹擾對手擊球 是 好現在莊職淵 呃 賽末天出現 加油 謝謝 開始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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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輸了吧 11比11 加油 加油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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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夺盃 inte 强 哎呀 ja yaっ yeah 还有 哈哈哈 哦吼吼吼吼吼吼 厲害 沒有削回來 差一點點 So close So close Fa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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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鸭 neon 鸭 有时候这种表演真的是必须要 他有这个细胞才行 是 真的 好痛 好痛 OK 最後一場 待會 待會 你 師父 AI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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 哇 闖禍了 真的 不過我覺得這個看度 站度上會很開心 因為這個時候的焦點 會在那個看板上面 對不對 他想要跳到場外去打 啊 結果 哈哈 啊 嘿嘿嘿 啊 啊 啊 哈哈哈哈 打招呼 轉過來了 轉過來了 啊 還有啊 哈哈哈哈 差一點點 哇 好 終於是產生結果了 不過在 最後一場的小組賽 也是賽夫在 高雄小巨蛋的 最後一場的比賽 真的是充滿了 娛樂性 是 也讓各位觀眾看到說 桌球除了一些 比較細膩的技巧之外 還有 還可以這麼玩 對 對 非常的感謝賽夫啊 在這場比賽當中 所帶來的這種娛樂的效果 真的有 真的有 有這麼好的過往 輝煌成績的選手 他還有這樣子一個 親民的作風 能夠有這樣子的一個很好的 這個細胞 你說這種細胞 現在你叫 阿查洛夫來做 他不見得做得出來 是 沒錯 但是你叫賽夫來做 他做起來就是 混然天成 對 這個是有天分的 就是屬於你的 是 所以 他真的是有這個能力啊 讓高雄變成他的主場 好 我們接下來呢 就是明天的比賽了 明天呢 從下午的1點鐘開始 先進行 兩場的 交叉的準決賽 那麼阿查洛夫呢 會對上莊智淵 佩爾森呢 則是會 先對上的 就是水谷準 然後在晚間 5點鐘開始呢 則是進行 最後的冠軍賽 好 歡迎大家呢 持續的鎖定 我們為大家所送上的 在高雄 所進行的2014年 台本的國際桌球邀請賽 現在收看 拜拜 與你們的軍事 有些地方 坐在哪兒 有些地方 在大陸地 也要做出一個 可以做出一個 我們可以做出一個 我們有些地方 都去找出一個 的地方 有些地方 是 有些地方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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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